田亮也是这个项目最有希望夺取金牌的选手 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田亮和黄强还有日本选手 四内间他们三个的动作难度系数都是一样的 同样完成的也是很出色 看一看得分情况 得分也是相当不错最高打出了9.5分 这是泰国裁判打出的9.5分 82.56 应该说中国选手在男子十米跳台的第一个动作当中 自选动作第一个动作当中就给了其他选手一个下马尾 田亮 也是107比 这也是一名迅速成长起来的选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它的起跳就像它的入水一样 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非常顺畅 它入水的时候打开的就要充分了许多 8.5 最高打出了9分 这是中国香港的裁判 76.5 我国选手田亮 它这条难度基础也是3.2 是一个626的动作 也是 手倒立起跳 难度系数3.2 看看这一跳的情况 也是完成的不错 入水的时候身体角度略微掌握的不好 看一看 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再多旋转一点就恰到好处了 他这条拿到了75.84 这条输给了黄翔是6 天亮的动作也是207C 向后翻腾 三周半 报夕 两个人的动作的难度技术是一样的 那总和呢 另外和这个日本选手四内舰一样 而铁亮它的旋转是略微 有点没有到位 两个人要中和一下就好了 身体在空中团的不够紧 71.28 这次参加比赛还有腰伤 所以说呢 就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比赛情况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田亮 这可是一平年轻的老选手了 之所以说他老啊 是他参加大赛的经验要多一些 一个天衣无缝的动作 向内翻腾 三周半 嗯 好 这是这个话 蓝髓室 非常好 不是 这是 бы 就 revelation 什么 上 是不是 我